大家看一下这个蜂箱门口啊 这里啊怎么那么多这个蚂蚁呢 哇怎么怎么回事啊 怎么那么多蚂蚁过来 这个蜂箱里面不会也咬蚂蚁吧 那么多在这里 我们要打开来看一下才行 怎么回事哦 怎么这个蜂箱啊 这里 哎呀看到这些蚂蚁 为什么会咬这个蚂蚁过来 打开里面看一下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这个蚂蚁进去 哇真的这里有好多蚂蚁哦 哇难搞了这些 哇这个蜂箱在这里 好多蚂蚁啊 怎么回事哦 那么多蚂蚁过来 哎呀难搞 这个蜜蜂在这里 朋友们大家说 这个蜂箱里面这么多蚂蚁 要怎么样处理好了 因为我是刚开始养这个蜜蜂的 来这个蚂蚁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好啊 真的很多啊 你看这里 这里这里都是啊 看一下这些蜂 蜂在这里 看到没有 这里是他们做的草 在这里 还好那个蜜蜂没有到那个蜂草里面去啊 只是在这里 你看那么多蚂蚁 这个蜂蜂这里都是啊 也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把这个蜜蜂啊这个蚂蚁处理好啊 刚刚呢 在这里看这个蚂蚁的时候一下子飞出来给那个蜜蜂遮了一针这里 就是这里 已经有点红红的 这里 这个蚂蚁啊 太难搞了 这个蜜蜂啊 最怕就是这个蚂蚁来烧咬啊 可能刚才啊 那个蜜蜂 这碗也是这个蜜蜂 这个蚂蚁 在这里捣乱啊 我要把它弄一下 拿个扫子 烧一下把他们弄 看看能不能弄出来 都是在这个角落里 其他地方都没怎么看到这个蚂蚁啊 就是在这里 你看这个蜜蜂 很多啊 这个蚂蚁 朋友们 这个蜜蜂啊 出现这个蚂蚁来烧咬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也是刚开始学养这个蜜蜂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在这个角落这里 很多这个蚂蚁啊 刚才呢 我也被这个蜜蜂遮了一针 可能也是 这个蚂蚁在骚咬他们 这个蜜蜂呢 就咬点凶啊 所以说 刚才这个角这里 给它遮了一针 看到没有 这里 咬一个这个小包在这里了 出现这个情况啊 该怎么处理 处理这个蚂蚁呢 朋友们 希望大家能告诉我 因为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些蚂蚁在这里 我把它处理完了 处理干净了 等一下不久 它也会咬这个蚂蚁再过来的 所以说 老是这样啊 这个蚂蚁在这里 真的 好难搞啊 就是在骚咬这个蜜蜂 这个蜜蜂又凶起来了 所以说 朋友们 大家知道 这个蚂蚁要 在蜂箱里面 要怎样去 处理 这个蚂蚁 不会进来 这个蜜蜂箱这里 骚咬这个蜜蜂呢 希望各位朋友啊 知道的朋友 在评论区 告诉我一声啊 感谢大家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